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就对博之姐说好了 博之姐您是喜欢吃牛肉还是羊肉还是猪肉 博之姐不吃肉 我是从来没吃过肉的 我太难了 第一次约会你会请女生吃什么 首先我们要请男生娘娘去我们对面的101美食金字塔 选择四道作为你们约会的菜品 王一宝点的什么菜啊 王一宝应该就是一碗面吧 怎么还不来啊 这些菜不重要了 这些菜不重要了 你是我的菜 你是我的菜 这是我选的菜 那你为什么会选这些菜 我喜欢吃面吃的 我有吃的 我喜欢有汤的 我就喜欢特别吃面粉 你有约会吗 有啊 那你会带他们去吃料啊还是 其实我觉得吃还好吧 我无所谓 就吃什么喜欢吃就好了 你喜欢什么样的汤的 你喜欢什么样的汤的 很感情 我喜欢男生的话 我觉得我喜欢幽默的 我最爱喜欢幽默的 我不幽默 喜欢幽默的 还是风肠的 还是风肠的 想要给出你自己的 对啊 我有出过 但就是像业余爱好那种出路 然后自己就专门出的根 就是有两种 自己写 我不会写 我不会写 没事 没事 你是我的菜都不重要 你会弹钢琴吗 你会弹吉他吗 你会弹什么乐器啊 我会弹键盘 弹键盘 键盘 哪游戏 我 我 我 不会卡卡 我 不会卡卡 他是不是对这种女生没兴趣 没有 他是这样的 他有一次跟一个女孩坐飞机 坐同一排 然后那个女孩看到他 跟他说了两个小时 然后到台上问王一波 你对这个女生有什么感觉 他就说 他好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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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波你以前交过女朋友吧 跟你以前的女朋友聊天也是这种吗 是他说的多还是你说的多 他吧 你自己有没有想好 就是不管是哪个女孩子上来 你都要准备一些问题 问一下这个女孩 打开这个聊天的局面 就顺其自然化 对 他就这个性格 我有很大问题吗 我觉得冷漠的男生都有机会变好 冷漠的男生都有机会变好 就是他一上来就跟你说你是他的菜 你什么感觉 不是 就吓一跳了 吓一跳 我有很大问题吗 你也是很大问题 我感觉到有很多机会变好 你家人看看 你在哪里 但这一条很大问题 你做了什么 我会看到他